6号 副省长高树勋在昆明会见了前来参加第二届中国南亚博览会 GD22届昆交会的以色列生BDO公司总经理条单和以色列化工集团中国区副总裁奥斯卡一行 高树勋说 这次南博会设置了以色列主题馆 专门展示以色列先进的农业技术 农业产品 IT产品和化工产品 希望以色列参展商能在南博会上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 云南也十分期待与以色列在工业 农业和信息技术方面展开更多合作 乔丹说 此次将在南博会上与云南清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现代农业种植项目合作协议 奥斯卡说 以化集团与云天化正在商谈新的合作项目